長實劈價賣樓 萬人空巷 新地劈價賣樓 會不會無人可擋 在元朗站一眼看過去 最賀立雞群的一組建築 一定是元朗站YOOHO系列的大型屋簿 全部都有新鴻機發展 因此 YOOHO系列的最後一塊版圖 YOOHUB快要開盤了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樓盤的基本配套 元朗是位於香港的大西畢 2003年YOOHUB系列最早期的項目 YOOHUB開始推盤 當時賣1300元赤價 成為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後 入場費最低的新盤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 物業的價值翻了十倍 由當時的千多元赤價 變成現時的萬多元赤價 作為大地主的開發商新鴻機 賺錢賺獨笑笑笑之餘 當然是不斷擴展它的基建和版圖 先後有了 YOO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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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OHUB 以及現時最後一期的YOOHUB 整個YOOHUB系列的王國 就是沿著整個西鐵圓線 靠著元朗這條鐵路線 不斷地發展出來的 交通優勢來說 由元朗站出發 25分鐘就可以去到西九高鐵站 30分鐘左右就去到港島的香港站 相當方便 日後可以在錦上路站駁上北環線 駁回東鐵 到時回內地通關 更加方便 而屋苑樓下機座設有不同的巴士路線和輕軌 可以貫通港島九龍生涯 最重要機座有110萬呎的商場 可以讓你吃喝玩樂 如果不喜歡出街 屋苑都有大型的會所 方便你使用 所以不論是衣食住行都十分便利 而YOOHUB的議期是最後一期 是整個YOOHUB系列最高的兩座 就是YOOHUB的第六座和第八座 兩座大樓提供939個單位 戶型由1房到4房 一般樓層的高度是3米 47樓打上樓層是3米3 現時屋苑快要開價 對比同系列的Gran Uho二手價錢 赤價介乎$15,000至$200,000 面對這個二手赤價 新地又會怎樣開價呢? 它會不會像詳實一樣 砍一砍 震撼市場 不過新地砍價在市場上 應該沒有人可當 你們覺得呢? 今天就說到這裡 到時它開了價錢和示範單位 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 OK 好